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賀溫泉 嘉賀溫泉其實離金澤市距離大概有40公里 然後搭電車大概約半個小時的時間就可以到達這邊 這邊算是非常有名的溫泉勝地 那我們這次影片最主要是想要去白川鄉的合掌村看點燈 那在那之前我們想說來這邊的溫泉住一晚 因為這邊就沒有來過 加上我跟我朋友就是突然很想吃螃蟹 所以我們找了這邊附近的山中溫泉要來住一晚 然後隔天我們再出發去合掌村看夜間限定的點燈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我們剛剛就從嘉賀溫泉搭旅館提供的免費接駁車來到今天入住的地方 是山中溫泉的翠民這家溫泉旅館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進去Check in 來享受這次的溫泉螃蟹之旅 各位我們現在就辦完Check in 手續進來房間啦 那我們這次呢其實住這家飯店就是最最最最便宜的房間 但是真的沒有想到最便宜的房間 真的超乎我想像的很大間而且風景也還不錯 那比較可惜是因為就是今天天氣其實不太好 就是一整天都在下雨 所以我們本來在金澤本來想要觀光 後來就想說算了就早點過來Check in 然後想說泡個溫泉然後早點休息也比較好 那我們來大概看一下房間長什麼樣子吧 那這客房呢雖然是最便宜 但一進來真的有一種家的感覺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玄關可以放置行李啊 還有我們的鞋子 那在左邊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冰箱啊 還有燒開水的還有一些差距 然後這邊有一個獨立的衛浴在這邊 雖然這飯店就是看起來比較久 但是我覺得就是怎麼講就是有一種很傳統的那種感覺吧 就非常日式的傳統旅館 至少就是還蠻乾淨的我還覺得不錯 那其實另外一側呢也有衛浴喔 那其實這個我就是剛剛看半天就不知道是什麼 就看起來是以前留下來的東西就已經不能用 然後這邊呢沒想到居然有男生用的這個小便斗 那這邊的話還有一個洗手間 然後當然少不了免治馬桶 然後最重要的是客房的部分 我們來看 哇客房真的是超級無敵大的 我覺得傳統的溫泉旅館就是有一個缺點 它大部分的暖氣都是中央空調 所以我沒有辦法控制那個溫度 只能調這個大中小 所以待會我把我身上這件衣服脫掉 因為真的暖氣有點太強了 我們待會我們就來換上這邊的浴衣 那這邊浴衣的話其實女生的選擇花樣蠻多的 男生就比較普遍一點 剛剛看半天就是因為我身高有180 所以我可以選的花色就只有一個 就非常的純樸的顏色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大浴場 也有那種像是有點包廂式的 它叫做湯屋吧 中文應該叫湯屋 這次的方案就是有一個小時的包廠的湯屋可以使用 我們是因為太晚訂了 所以我們只能用明天早上 這邊是山中溫泉的地圖 我們本來想說早點到的話 就可以在這邊散步走走 但是因為現在在下雨 所以我們決定待會就去泡個溫泉 就可以準備吃晚餐啦 我們現在就換好浴衣啦 那我跟日本朋友討論一下 就是我們時間還夠 所以我們的行程就是 如果借得到桌球去的話 就先打個桌球 然後爆汗一波再去泡個溫泉 最後再來吃我們的晚餐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現在要開始正式決勝負啦 搞得好一波很認真的樣子 我們現在就要去泡溫泉啦 那我們這邊的溫泉呢 其實算蠻大的 它有戶外的有室內的 然後它有個別的 它叫湯屋吧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去大浴場 然後明天早上再去湯屋 來吃晚餐啦 那這邊晚餐的話 它不是在房間裡面吃 它好像有部分是在房間裡面吃 但是我們是在這種很像包廂的 那我們今天選的是螃蟹的壽洗燒 人生地勢吃吧 因為我們就是來這邊 最主要是要吃螃蟹 那我們就開動吧 consumed 再 noget 你自己想知道 ,你看嘗試圖 試圖 小arem 小蠔 像不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去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商品 久之間 去年 初期的夜 去了 seinem专家 在日本呢就是很喜欢在最后吃饭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然后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杂炊啊 或者是其他场合 还有拉面什么的 然后就是刚刚我们的螃蟹寿喜烧 最后剩下的汤汁做的杂炊 看起来超好吃的 吃吃看 感觉超烫 旁边 这个好吃 是吗 对 哈喽大家早安 我们昨天就吃完螃蟹大餐呢 就泡个温泉就舒服的睡了 昨天晚上已经泡了两次的温泉 那我们这次的住宿方案呢 有含一个小时的包场的汤污 所以我们是约早上7点 现在已经6点57分 所以我们要准备先去拿钥匙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汤污长什么样子 听说还不错 它好像是一个小型的户外的包场的感觉 那我们就去泡个汤 然后再去吃浴冠的早餐 那我们才没有太熟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就要烫的 没有太熟了 那我们是说就照着 这些是鸡蛋 这些是鸡蛋 那我们就要去做 那我们就要去炒一下 那我们就要做 泡完溫泉要來吃早餐啦 那通常日式溫泉旅館出的早餐 就是一個定食日式的 所以也沒得選 我自己其實是比較喜歡吃時事的 但是不得不說 就是日本的白米飯真的很好吃 然後這邊也有那種自己烤的魚 還有現煮的味噌湯可以配得吃 那我們就開動啦 いただきます 這家飯店的大廳呢 有提供免費的像是飲料吧 所以我們昨天就是泡完溫泉 我在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剛剛也辦完checkout的手續呢 要來準備搭他們的接駁巴士 然後我們本來打算呢 想要沿一個小時的接駁巴士 就是11點在離開 但是他跟我說就是11點已經滿了 所以我們就只能10點過去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前往富山縣 那我們要從富山縣達接駁巴士 到我們這次旅行的大重點 就是我們要去看 河掌村的夜間限定的點燈 那車程應該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就出發離開這裡囉 我們剛剛就辦完check in的手續 那不過他是下午2點才可以進房間 現在有點早 所以我們就是先付錢 然後先把行李放在這家飯店 這家飯店它叫做滿天 那它其實很方便 它就跟我後面這個高剛車站 它是共購的 所以就算下雨的話呢 也可以直接走這邊過來 然後飯店下面呢 就有這個很可愛的 哆啦A夢的散步道 那我們現在就去找午餐吧 哇今天天氣真的是超級好 其實我們昨天早上就到北路這邊了 然後金澤就是下大雨 所以我們就吃個飯 就趕快去溫泉旅館 那我們現在高剛這邊就整個放行 所以期待晚上的河掌村 也是一個好天氣 那我們現在就找到午餐 這邊就有一家義大利麵店 評價還不錯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就是煮的 就是煮的 剛剛吃一些 就算是煮的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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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進來合掌村裡面啦 那我們現在時間還蠻早的 大概是下午的4點多 那建議大家晚餐的部分 其實你真的要在村裡面吃的話 真的要很早就要預定 那像我們本來就沒有打算要在這邊吃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有自己帶一些小點心在身上 然後可以在車上或者是在這邊找地方走再來吃 那這邊其實有很多拍照的景點 它的地圖上面都寫得蠻清楚的 那其實點燈大概是5點半 然後展望台5點左右就可以上去了 那我們打算現在村裡面繞一大圈之後呢 最後再去找望台 因為我之前其實都是開車過來 開車的話其實停車場跟巴士的位置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整個就是很不熟悉這裡 那我們現在就是打算整個繞一圈 然後我們最後再去找望台 今天天氣是蠻好的 只不過比較可惜的是我前兩次來的時候呢 都是前一天就是積雪積很滿 但是當天來的時候呢就放寢 那時候來的話呢就是上面就會積滿的雪 然後天氣狀況又很好 然後就是有藍天 然後你來的時候也不需要撐傻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次來比較可惜的是 就是前兩三天都沒有下雪 然後加上氣溫比較偏高 然後加上氣溫比較偏高 所以可以看到上面的屋頂啊 都很多地方都有去溶雪 所以沒有辦法拍到那種很漂亮的樣子 但是晚上的點燈還是蠻值得期待的 因為反正也是暗暗的嘛 點燈應該還是蠻美的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走囉 那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晚上有可能到零下的溫度 所以一定要做好保暖 然後你的腳一定要穿那種防滑止滑的鞋子 不然其實這邊的雪地呢 在它溶雪 稍微溶雪之後都會變得非常滑 特別是你要上那個展望台的時候 那邊我走過真的很滑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喔 這邊呢其實有一個叫做白川鄉的河掌明家園 這邊其實是我第一次來啊 它在停車場的比較另外一側 所以我平常沒有來這邊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河掌村的話 我覺得一年四季來都蠻適合的 但是呢我其實這次是第三次 我每次都是冬天來 因為我覺得冬天雖然比較冷 但是我覺得積雪就是非常有感覺 算是一個很漂亮的季節 大家沒有看過雪的話 我覺得來這邊應該算是最適合的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吧 我們現在就要準備去上面的展望台 那現在是點燈的期間 所以展望台是用門票制的 那我剛剛提到我們這次預定的行程 就是有包含門票 所以我們可以去拍那個很上面 很像明信片跟海報上面非常漂亮的 點燈的照片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上去吧 走上去大概20到30分鐘 所以大家時間要掌握好 那我們就走吧 我們來看看 各位早安 我們現在要來吃早餐啦 那因為這家飯店是商務旅館 所以它就沒有那麼豐盛的buffet 它就是那種可以選和食或是選西式的套餐 然後就有沙拉 飲料跟麵包是可以吃到飽的 那這家商務飯店還不錯啦 就是因為它有大早餐 所以我們昨天去完合掌村 後來就是直接倒下來就睡覺了 然後我們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今天完全沒有排行程 所以我們待會再查看要去哪裡 那我們就先來吃早餐啦 開動啦 我們現在就要出發開始我們今天行程了 然後我們今天行程就是非常的簡單 我們就打算去一個地方 它是靠海的 它就說海王玩公園 它是靠海的 所以可以看到船 然後也可以看到景色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搭這個萬葉線出發 然後我們今天剛好搭到車 這個非常可愛的小豬 應該是這邊的吉祥母吧 然後就準備上車吧 現在就搭乘萬葉線的 從高剛市來到這邊 涉水市 那講到涉水市比較有名的景點 它就是有一個叫做雨晴海岸 那邊非常漂亮 那麼本來就是很猶豫到底要去那邊那個國家公園 還是來這邊這個它叫做海王玩的公園 那這公園的話我建議大家要是有來的話 可以跟我們一樣買這個一日券 你就可以搭萬葉線就是不限次數搭乘 然後它有一張這個 可以傳票可以上傳參觀 那現在公園就在我們後面 我們就趕快過去看看 那假如你來高剛不知道要去哪的話 其實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之前有去那個黑布麗山的時候 其實也有來到這邊 我那時候就有去這個 富山的環水公園 那邊有一家非常漂亮的星巴克 然後或者你也可以在高剛那邊去看 哆啦A夢的博物館還有公園 我覺得都還算不錯的觀光景點 那我今天就是天氣很好 所以我跟我朋友決定要來這邊看海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出發吧 各位今天天氣真的好到不行耶 我們這次的北路之旅 三天兩夜 只有第一天早上在金澤的時候 吃午餐下雨 我們那時候就偷懶 就是完全沒有拍影片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邊看我後面 哇有船有海 然後可以看到後面的雪山 真的超漂亮的 然後另外一邊呢其實可以往富山再走過去 它就是所謂的星臭大橋吧 所以這邊景色真的蠻好的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展望台 然後是不用錢的 我們就上去看一下 因為那邊聽說可以直接看得到 我們剛剛看到一整排 那叫什麼 黑布立山吧 就是有那個 五月開山的那個雪牆 超級美的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 水味道 每一夜 個人情況 還有天下 我們在那邊 玩樂 它 所以 找人 天下 看 用 剛剛提到我們這次是買一日卷加這個登船的套票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準備登船去船上面走走 他說大概20分鐘到30分鐘可以把整個船晃一圈吧 然後這一艘船其實是有被認定是 船的那種類似遺產吧 然後它是日本最早的帆船之一 那我們就上船走走吧 船上真的有蠻多東西的而且接受都還蠻詳細的 像是船上的一些島山館啊還有這個泡沫這個毛的時候呢 這真的是之前真的東西在這邊 現在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這個船的介紹真的非常完整 居然連下面的船艙的底下就是連他們實習生住的地方 都可以進來參觀喔 然後看一下這個床真的是 超級超級小的給大家看一下 要是在這裡我應該受不了 然後日本朋友就瘋了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在那邊開始假裝自己的實習生在那邊掃地 所以這個接受就麻煩了我們就很難去到那邊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就好去到那邊 insicc 是開心啊 如果你們有健康的地方 很喜歡這裡 我們比較好有健康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會說要很難去腦脫的地方 他它這邊會不會當你 而且它在那邊 我會不會是我們 我覺得他的船艙 好 我會不會做的地方 看看 有他被寫人的地方 然後是我們就是要吃東西 因為我跟我朋友就是想要搭Doraemon的路面電車 在我之前的影片也有出現過 還沒有看的話可以去看 因為它時間班是蠻少的 所以我們要餵那個班子 就要先在這邊吃午餐 富山最有名的徒產就是所謂的白蝦 就是西路耶比 然後我們這家店剛好有買西路耶比的烏龍麵 剛好我們店員送餐過來 就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午餐到什麼樣子吧 各位我們剛剛就吃完午餐了 就很新的又搭上了這個萬葉線的獨愛莫列車 那其實這是我第二次搭了 我真的覺得這台車設計真的非常可愛 所以要是有機會來高檔市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來做做看他們這一條路線的電車 那班次呢在官網上都有寫的蠻清楚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就很不捨的就要準備結束這次的 北陸三天兩夜之旅 我算是非常開心 因為就是有吃到黃線 然後又看到何掌村的點燈 那老樣子呢 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也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留言 告訴我你的感想 訂閱頻道跟追蹤IG 才不會錯過我在日本的生活 還有旅行的種種紀錄喔 那我是Nick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到訪賞 門家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